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港是我们整体台湾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个重镇 因为它本身具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简历 尤其是包括我刚才去了东立物流 它可以带动整个汽车业的我们的进出口 那一样的我们这些所有的货柜码头将来可以带动整个 包括台湾本身进出口以及转运的功能 那讲到转运的功能 这就跟前几年我在推动桃源航空城再生 桃源航空城再生第一件事情一定要两岸直航 那我们也很顺利的达到这样的目标 那直航之后还不够 更重要的是要转运 转运的意思就是把大陆的客人还有货 就是客货透过我们整个地理上的优势在这边转运 一样的台北港也必然要靠着未来的转运功能 它能够发挥它的潜力 那转运功能除了我们积极跟大陆各个港口各个产业合作以外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海路空连运的功能要发挥出来 那我们事实上海路空我们台北港有最好的一个优势因为空港我们有桃源航空城 刚才是我们的隔壁那我们台北港再加上我们现在整个路运的设施非常的完整 我们大家都看到我们的西兵快速道路已经完成 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巴黎到新殿的快速道路也完成 将来如果我们特二号道路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从巴黎到一高到二高土城交流道 我想这个是非常便利的 只要缺一条我给大家报告 就是我们到淡水这条淡江大桥 这个上个星期行政院已经核定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未来发展 当然它中间还要做环境差异分析相关的这些工程规划设计 以及预算的编列都需要一条鸡干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领悟就是我们脱格经监会的审查 然后我们行政院的核定 我想这个都是未来我们台北整个台北港连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连外的系统就可以发挥它的海路空三者连运的一个功能 然后同时也可以跟基隆港它的客运跟未来修气的发展 能够相辅相成 对 感谢观看